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拍开旅游节目 一个人撑了场 今次要夹两位拍档 还要面对30位嘉宾 行不行的 原来一间厂这么大 然后有灯 然后有很多部机 我坐在这里又不能动 平时常常都跳跳跳 初初是害怕的 初初有点粒水 幸好他们两个在身边 有时在做梦的时候 他们会帮我兜 整个节目超纯畅 超纯畅 又拍得开心 又拍得大家有默契 我平时出去做旅游节目 可能是只有两个人 跟我导演两个人 然后来到这么多人 台前幕后都这么多人 我们嘉宾两个 是每集两个嘉宾 对 每集两个嘉宾 差不多30个 对 一坐出来六个人 很多人 很多人 这个要适应 他们在节目里面 负责帮嘉宾重组梦境 拆解当中的迷思 原来保琪都懂些东西 可以帮大家解梦 是否这么厉害 我发现可能是 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都是在这个圈里做 大家的梦都很迟 大家比Finky解梦师分析完 都好像可能会有 很多压力 很多压力 他脱下牙 脱下牙 脱下尿 然后不够力出拳 跑不动 全部都是那些 所以我跟他改了个名字 叫做吴依德 佛洛吴依德 佛洛吴依德 因为他经常是佛洛依德上身 来来去都是记了几个 然后扮识而已 每次都是那几个 你想想来来去去 人们都会说 脱下 然后被开笑追 然后跑不动 然后被怪兽追 全部都要用一个方法 上司有压力 大家都知道 杜如峰是梁朝伟的大黑粉丝 见到真人已经失控 又抱又挨 相信他的胃子梦一定很瘋了 是不是以梦来的 我的发梦是 机场的大楼 我拖着梁朝伟 送他的机器 他就说要去欧洲做影展 他就拖着我的手 去到个闸口那里 真是很清晰的 这个梦 拖上相机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说 小小声跟我说 我这几个月都很忙 要到处走影展 没有空陪你 不如下个月 其实我订了泰国一个小岛 去和你度假的 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我就醒了 醒了 哇 和他度假 不是不继续 那一刻 那梦就立刻追了 立刻闭上眼睛追 我问他 究竟那个岛是什么岛 然后他说 是恨 倒 恨 L 倒 对啊 就是 哇 你就是恨不得了 又说我和Helen哥都相似的 都是我梦见我和林游嘉去拍拖的 你又说不可以去拍拖 现在你又拍拖 我哪有说不可以去拍拖 我听你打电话 我听你打电话他说 嘿 两个小姐 我好喜欢你的嘛 我没有你 你又恨不肯 我没有你那么踴躍 我不敢啊 就是 女神这件事 没有试过 真的 男神就真的是张家辉 但是我没有见过他 我纯粹在台上 大叫了一句 我爱张家辉 就是那个时候 还要是很写实 就是我拿了奖 拿到一个 可能 男生人金奖 或者歌手奖 然后我大叫张家辉 其实我起床一想 其实为什么这么神经 就是在歌曲 乐坛上大叫张家辉 然后就上网搜索一下 其实张家辉 就是唱歌入行 就是 应该都是一个 Djafu 那和ERROR招见口马见面 保企又有没有梦见兄弟 见到害怕 见到害怕 应该还发梦见 不是吧 真的太大了 经常见的 就是并不会发梦 发梦 你多数见到的人 是 真的在你世界里出现过 发梦是不会虚构 虚构了一个真的 就是不懂的人 样出来的 你一定是懂 一定是见过的 见到一些过了身的亲人 是啊 是啊 都有一解的 我记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 真的有机会 可能是暴梦 是不是 有机会暴梦 有机会是 挂着 我发梦见到他 给了六个号码 但我没有买 这样也不买 我不知道他是发梦 还是报梦 如果中了就分一点都可以 Binky就说 如果你中了就是报梦 如果不中就是发梦 讲起数字 其实我记得我前陌 都有梦见一个是数字的梦 我还记得 那时候睡醒 我还记得那些号码 但是我现在就已经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了这个梦 我不记得了 就是看着这行数字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数字 有把声跟我说 刚刚他那个有个声 就是代表 有个地位比较顺高的人 或者可能他的上司 或者他的头 就是我们用他去计算 就是讲这些数字给他听 有个任务要他做 是啊 就是他发梦就是说 他那一段时间 要计算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是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这一两个星期 就是这一两个星期 就是他这一两个星期 就是他跟他说 接下来他有个新节目 他有些任务一定要做好他 所以他就发了这个梦了 他之后的梦 他解不了下去 解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还有其他一点 要继续出来 如果想知道怎么继续 就可以留意我们这个策利的梦 策利的梦了 三位主持这么有默契 如果节目反应好 会不会添蜇 或者一起拍旅游节目呢? 如果可以一个节目 拆你的梦 一拆你的梦 拆你的梦去台湾 拆你的梦去南亚 其实这些都蛮好的 就是用一个节目 反而不要想太多 用一个节目全世界发展 这样就大生意了 全世界都发梦 对了 然后就全世界都有梦想了 你真的有生意头脑 当然了 你一个节目 你做好一件事 就比做十件事 好的 对 如果是拍戏呢? 拆你的梦电影版 因为其实里面 是很多电影的东西 是很多电影条段 真的绝对是 如果 说真的 我跟你说 如果有电影的老师 我们拆你的梦 真的做个电影版 有预算 有得解销 一定行 我们不用贵 几百万 可以开到一部电影 GG 如果你想开得更劲一点 明日战机 刷你的梦电影 一定行 有得说 当然是古典乐 张家卫 梁朝偉 刘德华 郭富城 张学友 金城武 还有送送机 什么呀 你们变成配方 什么呀 我们是开场讲讲的 真的有个解梦司 真的是同一个节目 不过中间变成电影 最后就解回梦 中间变成电影 我们不会改变 刷你的梦 刷你的梦 继续是MC说的 然后里面做的人真的做 然后我们回来 回来梦境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就是这样 这部电影挺好做的 挺好看 吃着水 一定很耐用 这都被你们想到 真是厉害 不过解梦偏向玄學 怕不怕被人说 宣传迷信 不是的 但是因为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解梦 绝对不是用玄学 我们前者已经说了 他是用法洛伊德的心理学 来令到入梦境 他从来没有说过迷信的玄学 在里面 如果说玄学 就找七师傅搞了 但是七师傅那一集 就真的是 七师傅用东方的玄学 解一个梦 然后Binky 再用西方的学说来解 但是真的差不多解到的 差不多 很像的 很像的 没有 没有冲突的 是像的 是 因为Binky 他那一套 其实是用心理学 去解说你的潜意识 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没有迷信的东西 正所为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大家相信的话 都不妨参考一下